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许多生物都在潮间带上栖息觅食 不过因为地形平坦宽阔 所以也常常被人们向众作为开发的基地 许多工业区 垃圾厂 火力发电厂都沿着海岸兴建 甚至向大海扩张领土 填海造路 创造新世界 今天我们从北到南沿着西部海岸 走访几个滨海工业区 重新检视这些梦想计划 回顾与反省究竟我们得到什么 有识取什么呢 甜海造路计划开发海埔新生地 是台湾近二三十年来与大海争地的逐猛计划 这些梦幻蓝图有些已经完成 也有些还在进行 我们从桃园观音海岸出发 沿着西部海岸线一一检视 这些梦想世界的实境适合伊朗美好 每隔一段时间 我就会来到桃园观音的海岸 记录观察 这片海岸已经不知道来了多少回 但是每来一次 心理的感伤总会加重一点 与藻礁的相遇 是早在1990年 当时第一次看到这一大片礁石的时候 心中有些疑惑 西部海岸怎么会有珊瑚礁呢 直到1998年 台大戴昌凤教授的研究团队 完成台湾藻礁的调查报告 才真正解开藻礁的绅士之门 这里是观音唐尾的海边 现在看到的是相当难得一见的藻礁地形 它也是台湾最早发现的藻礁的起源地 然后它的面积 它长度大概连缅有四公里 然后宽度有两百公尺 1998年 我们第一次从空中仔细俯瞰观音海岸 这片大约绵延四公里的万年藻礁 是如此的壮阔美丽 台湾的藻礁大概最年轻大概是六千年左右 最老大概是几万年 所以大概我们可以说是 因为大概是上一次冰河期的时候 上一次冰河期的时候 台湾大概这个海平面 现在比现在还要低个一百公尺左右 或一百多公尺 那那个环境 后来海水慢慢的涨上来 慢慢的上升 那个时候那个环境 可能适合藻类的藻礁的发育 不过来自工业区的污染 先是断解了藻礁的生命力 而大潭火力化电厂 与观塘工业区填海造路工程 更进一步摧毁藻礁仅存的一丝气息 有一些未来的发展潜力无求 我们希望能够打造黄金海岸 这不是吹牛的 先让看这边 先让看这边 就会注重那个环境的保护 对 那现在外面有山胡椒 你知不知道 这个是环瓶 这个是不是我这个 经济学校所了解 不过就我知道环瓶都通过了 环境评估都通过了 环境评估 环境评估做了好几年才通过 所以外面有没有山胡椒 我完全不晓得 因为我是经济学校 不必是环保专家 我们不晓得哪里有山胡椒 如果有当然是保留是比较好 2001年5月28日 关塘工业区正式开工 这片藻礁海岸 就逐步成为填海造陆的基地 不只关塘工业区 这里还有北部地区 规模最大的火力化电厂 而大潭电厂的冷却水入水口 与排放口工程 更改变了整个海岸地形 世代依赖这一大片 朝间代为生的渔民 首先感受到藻礁生态改变 所带来的影响 这边你以前小时候常来啊 这是像我们的工厂一样啊 像你们的工厂啊 对啊 我们就在这里上班啊 今天渔化量不好啊 这到现在没有什么 这旁边啊 这到现在没有什么 只要抓到一两条啊 我们住在这附近呢 经济来源就全部靠了海嘛 现在港一坐下去 那我们的基地来源都给它切断了 冬季我们是抓曼苗为主啊 现在它的上下的港的提波都这么粗 那海水都倒反了 像它以前就没有那个提波的桌 对 从上往下冲啊 那我们抓曼苗流水可以抓啊 到那里给它堵死啊 没有流啊 曼苗也不能抓了 台湾的藻礁很可能在我们还来不及认识它的时候 就照到毁灭 期待现在所看到的图像 不是它最后的遗照 2008年再度回到观音海岸 没想到当年所担心的藻礁环境 真的成为历史的遗照 这里是大潭海岸啊 在15年前我们发现这边 有台湾最珍贵的藻礁地形 但是15年之后 因为南北两边都在盖海岸工程 那所以那个沙子啊已经规积起来 把整个藻礁地形都掩盖掉了 所以原来是生物界的黄金海岸 现在变成是黑金的那个人类海岸 观音海岸被兴建了三道水泥长体之后 导致土体效应 海岸逐渐产生侵蚀与堆积现象 冷窃水建水口北边的藻礁地形 全部被飘沙掩埋了 而建水口南方海岸因严重侵蚀 原本埋在沙丘底下的藻礁地形 却显入出来 现在我们来到藻礁海岸的南端 目前看到这一片也是仅存 比较完整比较大片的藻礁地形 那我们来看说这一段藻礁海岸呢 受到这么多的环境干扰之后 它还有没有未来呢 我们发现观音藻礁 其实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还要宽很多 我们原来只为它只有四到六公里 现在只有二十六到二十七公里 然后呢它行程年代也很久远 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还要久远 这个藻礁底下呢甚至是珊瑚礁 十万年到几万年之间 那可能是珊瑚礁的时代 然后再慢慢改变成藻礁 我们再往前追溯的话 从那个开始有礁形成 包括珊瑚礁到藻礁形成的话 大概有几十万年的时间 十年前 台大海研所戴藏凤教授 在桃园林口海岸进行水底观察 发现布满历史的海床上 有许多柳珊瑚的生长 这代表着水质浊度较高的西部海岸 曾经也是环茂的海底花岩 十年来海水越来越浑浊 藻礼和珊瑚的生长越来越困难 研究人员深入研究之后 认为观音藻礁如果不被破坏 可能是台湾地区历史最久 最完整的藻礁地形 你看到这个地方的 礁平台就没有像刚刚看到前面的区块 这么样的平整 原因但是这个地方的藻还在成长当中 所以很多粉红色的区块 跟白色的区块是相互在焦点当中 白色部分大概就是珊瑚礁已经死掉了 红色部分是珊瑚礁还在成长 所以它只要草垂长上来基本上 这珊瑚礁都还能够存活 藻礁密密麻麻的孔隙 刚好提供许多底气生物多长 研究人员调查 发现这片藻礁的生物多样性超乎预期 它的生态价值其实跟珊瑚礁很类似 虽然它是在比较不好的环境 比如说这个温度比较低 浊度比较高这样的环境 但是它对孕育生物多样性的功能 或是生物资源的功能其实是类似的 我们六月的时候来调查 发现那个潮池 一个小小的潮池 那个枝科鱼就是湿木鱼或是乌鱼那些 那个小鱼有至少几十只 密度非常高 还有虾子 螃蟹那些 在施动里面 好近距 再过来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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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过来 这好 它过去垮出来给它 丢头 所以以前随便看都有 现在还要特地找它 哪一个凹洞有鱼有没有鱼 我们都很知道 所以每次来就是 抓到哪一个几个地方去抓 所以我们是 小时候在这边相依为命 就是到长大的 2007年 中油公司为了共用大潭电厂的天然气 从台中港埋设一条供气管线 直达桃园观音大潭电厂 为求施工方便 就在藻礁上盖起的施工平台 怪锁与卡车直接开进海岸 并且开发4公尺的深沟 支离破碎的藻礁残骸 山落一地 就连防风嶺都无法幸免遗难 一旁还树立着藻礁保护区的告示牌 但是这样的开发案件 竟然可以通过环境影响评估 而且环保署最后也指滑管 甚至蜿蜿蜿就结案了 部分地区性的开发上面 又往往没有做到很确实的环境影响评估 就像这个淡兰电厂 他盖了环境影响评估 他说藻礁已经报告在那里了 他还是把它挖在这么大的一个地方 对不对 中游这个管线也是一样 他已经知道藻礁 他不知道 他说他不知道 但是做环平的单位应该知道 因为环境还是学术单位在做 他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没有做一个妥善的因应 所以造成了一些破坏 就是可以避免的破坏 当研究人员与环保团体 针对开发的不当行为 不断提出批判之下 2008年8月中旬 埋管工程结束之后 终有开始进行补救措施 并且雇用当地居民 以简单工具 用人力搬印的方法 把压在藻礁上的石头移除 现在所看到的藻礁的碎块 是他们油管开挖的时候挖起来的 因为它当初整个挖是挖三米深进去 由天然气管埋在下面三米深 所以挖三米深以后 把上面的原生石全部挖起来 我们这个所看到的藻礁 也是开挖以后挖上来的 所以这就全部死掉了 这藻礁全部死掉了 早期当地居民利用农选的时候 常来这片藻礁 捕鱼采贝类 贴捕家用 如今这片世代传承的财捕领域 被财团破坏之后 当地居民领着微薄的工资 协助破坏者善后 不同的时空同样的地点 如此的环境变迁令人无限感慨 每来一次心情就更加的沉重 那个所谓自然 它是瞬息万变的 但是呢 这片海岸藻礁呢 它的变化跟令人意想不到 关塘工业区的韬金计划 因为东顶公司 没有取得电厂的天然气供应合约 导致营运出现问题 因而停工了 目前工业局已撤销 并终止整个开发计划 而开发单位 花卉55亿岩 填海造地5公顷 不只花了大钱毁了生态 还留下一堆烂摊子 这边的藻礁面临最大的挑战 其实就是环境的变迁 这个可能要 历史要追溯大概50年前 就是桃园领海工业区的开发开始 我们前一次的调查 在那个一些溪口 都发现那个染料是红色的 那个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说在10年前 我们开始调查的时候 就已经发现这个藻礁 已经基本上去奄奄一息了 然后后来又加上 关塘工业区大潭电厂 然后在这个中油管线的那个影响 所以它就是变成说 它已经奄奄一息后 在上面开了几个伤口 每次想到这些藻类 以一年不到0.1公分的成长速度 缓慢地往大海延伸 延续了上万年 才形成如此广阔的礁岸 很想到到了我们这一代 也才刚要解开它的生命奥秘的时候 就被我们毁灭了一大半 如果环境破坏是经济发展必要之二 那我们是不是能为环境的死亡 都留一些尊严 就将藻礁保护下来 作为海岸变迁的天然纪念物 也算是为海洋森林做最后一点补偿吧 看完了这个为了拼经济 钱还没有赚到 环境倒是先被破坏光了的案例 接下来再看一个也是花了大钱 填海照入建工业区 但是最后许多土地 却成为闲置荒地的例子 这里是大都西口的南岸 彰化深港乡朝间带 那现在看到这片泥探地呢 退土之后最宽可长达4公里 就因为它平坦宽阔 所以被开发为海埔新生地与大型工业区 那从台中县的大甲溪口以南 一直到云林的北港溪 这段海岸大约有160公里 那我们最北边就可以看到台中港 还有亚洲规模最大的火力化电厂 然后张滨工业区 以及云林领岛市的工业区 那我们看到政府为了发展经济 而轻忽了当地的自然生态 以仁稳风貌 当海水退去 露出了宽广平缓的泥探地 这时也是海边最热闹的时刻 有人开铁牛车准备去采收蚝蚝 也有人拿起了工具准备去白粉鱼 因为河川上游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物质 潮卷带的生产力相当的高 印含了许多胰虾贝类 也成为当地居民养殖以及财谱的重要场域 有这么多云 你今天看荒烧的 今天差不多几一斤了 7斤了 7斤了也有5、6斤的人在看到 不知道几十斤了 7斤只有只有这才有 7斤了 那它还有8斤 就是10斤了 就是10斤有 你差不多多久来这边 1年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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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有多久 现在就够1年才可以生 這是白文閣 這是我們彰化的也算是特產 那學名叫做方形馬科閣 這種也是文閣之類的 但是在每年大概夏天 五六月七月之後是大量的會出來 那其實在方苑大城那邊的密度最高 那邊抓的人幾百個上千個都有 就是位為奇觀 為什麼會在彰化是特產 就是因為是在這種泥灘地上面 而且是這種淺層的 就是又有豐富的這些有機物質 所以可以讓這些文革來祕食吃東西 彰化沿海一帶的朝鮮帶 不只是當地漁民賴以為生的依靠 更是許多水鳥 蘭來北往遷徙與生命還原的蹤跡站 尤其是大陸西河口 更被自然資源保育聯盟 列入亞洲重要的四地零路 從荷蘭三百年前他畫的台灣地圖 台中彰化這一帶就是全台灣 僅有最大的朝鮮泥潭地 那其實這個是上天賜給中部海岸最好的禮物 這片廣闊的朝鮮帶 是兩百多種不同鳥類最喜愛的棲息地 但是自1980年代人類也看上了這塊寶地 先是在大陸西口北岸 設置亞洲最大的火力花電廠 躲走了棲息在河口的大曹獄 而大陸西口南岸又以填海照路的方式 興建張濱工業區 緊接著垃圾場來了 螃蟹分布密度最高的區域被填掉了 最後連非法棲息的垃圾與事業廢棄都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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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段海岸 承載著各種不同世界目的 有法的非法的 全面光分侵蝕著它任何可憐的價值 的任何可憐的價值 而彰化境內最西北方柯寮小漁村的漁民 可說是中部海岸開發歷史的見證者 以前沒穿衣衣的以前 以前沒穿衣服 沒穿衣服 以前沒穿衣服 以前沒穿衣服 還沒穿衣服 現在有穿衣服嗎? 因為在海邊養蚵仔而得名的蚵仔寮 位在彰化縣深港鄉 這個歷史悠久的養蚵人家 現在卻是一個不靠海的漁村 以前你是在那裡養蚵仔嗎? 他們在那裡 現在是中兵 中兵在那裡 中兵在那裡做的 還要走出來 還要穿衣服 人家那時候沒有穿衣服 人家的蚵仔叫多好呢? 那時候裡面多好呢? 那時候我們種的幾百蚵仔都在炒蚵仔 以前那時候 過了三年了 那時候都是護車 護車就有三百雅吃 蚵仔 蚵也叫牡蠣 是一種貝類動物 是一種生長在前海可食用的海產 人工養殖蚵在本省已經有多年的歷史 其中以彰化一代最為著名 彰化縣目前養殖生蚵的面積 約兩千三百二十公頃 年產生蚵四千公噸 每飾金可以賣到十二塊錢 難怪每逢採蚵時 樂得蚵民們沒開眼笑 海裡的財源真是取之不盡 民國武林年代 民國武林年代 政府大力推動開發海埔新生地 有土絲有財 遞盡其力的觀念 也從傳統的農漁使用 轉換為工業區的利用 民國六十八年 彰化縣最大規模的填海造陸計畫 正式開工 佔地約三千六百多公頃的 張濱工業區 佔據了彰化大部分的海岸線 從此以後 鵝阿寮的養殖人家 越厲害 越來越猶 信任融化 曾經在廣角的人 以前這家家 就是都全民的時候 蚵蚵城 蚵蚵城 因為那種人吧 蚵蚵街 那種蚵街 現在就是 蚵蚵水 也算蚵講蚵 全略蚵 也算蚵蚵 這港幣做出來也不像 它不可能 港幣做出來也沒力 開口 一種這一堆 不可能做非作還沒力 你來做起來吃土花的雞比較不好 對 雞吃不吃土花 炒蚵子 沒倒炒 要炒到後面就沒了 走過漁業興盛的年代 蚵仔寮僅存的幾戶人家 努力的在工業發展的夾縫中逃生活 而被大四開發後的彰化海岸 也努力的求去生機 當我們重新回到彰化海岸 發現當年政府想用自然資源 泛起經濟產值的如意扇盤似乎打錯了 原本張濱工業區 依據填海造陸3643公頃 後來因為經濟不景氣 實地造地面積縮為2587公頃 而根據工業級2008年的最新統計 目前已經出售的土地面積只有830億公頃 大約只賣出了三成左右 部分開發區的生性地 至今能華人問津 因為投入的成本很大 然後之後經過一段期間 它沒有來加以順利地把它賣掉 所以造成它的成本就羈押 那羈押了以後就會產生利息 那這樣的話它的出售的價格 就很多廠商就會覺得它沒辦法呼和 所以在民國91年的5月1號 那經濟部正式推出006688 也就是說我們提供前兩年免租金 第三年 第四年才六折 第一年 第六年才八折總理會措施 來吸引廠商建築 這是台灣第一個以抽沙填海照路 大面積開發的濱海工業區 它的開發期雖然歷經二十幾年 但現場還是一大片的空地 那主要是因為投資環境不景氣 以及自然環境凝固的考驗 所以進入廠商不如一期 那濱海工業區的開發模式 是不是真的能夠帶動地空環融呢 很值得我們去重新思考 而開發單位為了消化閒置空地 與紓解開發成本的壓力 產業規劃與招商計畫幾經轉變 一些汙染性的工廠進來了 導致附近土地與養殖業受到嚴重汙染 還引發全國性的食物汙染恐慌 而目前還有幾個高耗人高汙染性的工業 正進行法定程序 也可能成為張濱公益區的成員 然而這些閒置的土地 現在卻有了新的出路 因為人也罕至 空曠遼闊 剛好又提供猴鳥一個喘息的機會 於是 草團不愛的放地 成為鳥類最喜愛的丟良繁殖區 小燕歐東方環境 還有燕橫這三種的數量比較多 然後小燕歐萊蘇的話 全台灣最大的繁殖地應該是在這裡 從五月中以後開始進入很高峰期 然後他們就是在這種完全沒有植被的沙地 或是歷史地上 身上兩顆或三顆蛋有時候 甚至完全沒有煮草的動作 就是直接放在沙子上面 對於在地面繁殖的鳥類來說 這裡可是難得的天堂 在人們大肆開發西海岸之後 目前全台灣也僅存張濱工業區 以及台南科技園區一帶 有如此大規模的繁殖棄地 像保護類的夏候鳥 小燕歐與燕痕 就是張濱工業區的常客 今年大約有70對以上的小燕歐 50對以上的燕痕 在這裡繁衍透帶 青鳥正蹲在發燙的歷史地 在炙熱的太陽下 全天泡味小生命遮涼散熱 荒地的生機令人動人 現在張濱工業區這個土地是工業局的 所以它也不是一個保護區 不過它確實是一個台灣 一個非常重要的 好幾種水鳥非常重要的一個繁殖地 在5年10年內這邊一定都會 都會建 工業區都會建成 所以這個繁殖地 勢必會最後會消失掉 是不是有可能把這個繁殖地 做某種程度的保存 保護下來 工業區是人們設定的用途 水鳥繁殖地是大自然故意的 15年前這裡也曾經是一片自然的海岸 水鳥遍地生機無限 人類介入讓這片土地 從朝間代變成新生地 從新生地又變成荒地 人類眼中的荒地孕育大自然的生機 時代的背景叫做了這個美麗的錯誤 那麼現在可不可以嘗試讓錯誤停止 讓美麗延續 即使目前鳥類趁著人們暫時修兵的空檔 得以在這片荒地短暫棲息密實 不過這片土地的未來能充滿著不確定性 畢竟工業用地隨時可能繼續開發或遭受人為干擾 像張濱公園區輪尾段的這片草間代 原本是水鳥聚集的棲地 張濱公園區管理單位還特別花錢蓋了賞鳥牆 不過恐視的是卻因為興建提防 導致棲地慢慢的沙漠化了 漲潮的時候這邊會塗一片土地的優勢 那蓋這個草苗牆花了五百多萬 你看一個九州牌 所以大小魚通沙這樣吹 全部都是蓋住的 數量最大的渡東地點在這裡 所以你看 我們在做考古學啊 哇 你看我現在往南部 現在連大稻尾起來 哇 哇 生態學家最不願意見到的 就是當前的生物生態學 未來被當作考古學在研究 張濱公園區的未來該往哪裡去 這片土地的價值在哪裡 時間已經給了答案 既然已經變成繁殖地 沒有工業工廠進駐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透過一些適度的操作 降低人為干擾的方式 來做一個氣地經營管理 然後變成一個 生態保護跟工業發展 並且並存的一個地方 彰化海岸的命運 則是台灣西海岸的縮影 從北到南 一棟接著一棟的工業廠房 連成一道海岸工業長城 高低大小不一的巨型煙囪 也像是人魚大海陣地的狂妄宣示 又被警告火 從北到南 突然間有五天獲得 一百七才 四百七才 四百七才 八百七才 四百七才 五百七才 五百七才 三百七才 雅 造地梦想虽然有输有盈 但是开疆辟土的新计划 还是持续在台湾海岸进行着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南走 来到了云林麦寮工业区 以及台南的七股失地 一个是台湾经济奇迹的象征 还创下了填海造陆的新纪录 而另外一个则是因为 保育黑面皮路 阻挡了滨南工业区的开发案 两个案例不同的选择 在时间的考验下 又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呢 来到中学系出来口的南岸 首先看到的是卖了六星厂 烟囱包出来的白色烟层 这是台塑集团引以致好的 自然海岸打造成石化王国的开发案 六星计划总投资金额 高达五千几百四十亿元 原海造物面积约两千两百五十五公顷 基地上建了六十一座工厂 2006年的产值达九千八百八十二亿元 占当年度台湾国民生产盲耳的达八点四 但是这些光线亮丽的规模与产值的背后 我们真实地获得了什么 还有哪些成本是被忽视的 这里是走水溪口的南岸 现在看到这片广大的泥滩地 它的生产力丰富自然 就是当地渔民赖以维生的传统财布领域 十几年前卖了亦定在这边盖一个工业区的时候 也是当地居民期盼翻身的一个计划 但是在这十几年来我们回顾我们的记录呢 发现真的是梦想起飞也是画面的开始 台说麦了六星计划新鲜出奇 我在周围的工地观察 当时填海造陆工程正以平均一天两公尺的速度往大海推进 六星计划的填沙量约10915万立方公尺 相当于填主八个车道 路面后路达两层多半高的中山高速公路 先填出来的面积相当于台北市百分之八的土地 但这些沙土的来源 却是大量抽取走水溪南岸的沙石 与周边海域的海沙而来的 当时许多人还沉浸在创造新世界的美梦中 不过也有些人已经感受到 熟悉的世界开始改变 在这些沙土的海沙 这沙土是哪里来的啊 6圈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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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6圈好啊 都6圈好啊 那这些沙土的海沙有什么影响啊 都台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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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里有蚝皮吗 有啊 蚝皮只要最高了啦 我做了一两万条啊 我再去吃那条毛鸟 6圈了 如果在放地基 就完全没有放 如果有在放地基 那些沙土就很好啊 那以前都啊 真的都在那一千二三千 现在这一夜都在那百八百啦 二、三十百啦 反正一年二、三百啦 我们就没有人生活啊 不是太多了啦 这 现在离到之前一天到那一、二百百 现在的三、二、三十百啊 十、二百嘛 没一定啊 就多少钱没钱就对啦 那汙水现在开始生产 它的汙水烊被它投了 10年来当地渔业资源是一天一天的没落 渔民的抱怨是一天比一天沉重 尤其是养殖渔业受到水质恶化的影响最大 根据环保署的海域监测资料显示 近年来卖料沿海的水质有酸化的现象 环保署查核后发现有可能是卖料发电厂 没有妥善处理排验脱流后的硫酸梅废水 但是台塑仍然表示放流水一切符合排放标准 云林沿海的牡蠣养殖面积接近3000公顷左右 在1990年代初期 云林沿海的牡蠣年产量高达400-500公顿 现在只剩下100多公顿了 而台西地区更是台湾牡蠣的故乡 它供应了全岛三分之二的养殖特苗 如果养殖环境继续恶化 台湾的牡蠣产业将会跟着瓦解 高污染性的工业 进驻台湾最重要的水产养殖区 也凸显出国土规划的矛盾 现在看到远方的是新兴区与台西区这两个离岛寺工业区 它的开花模式是跟麦寺工业区一样 是以抽杀田海造路的方式 但是很光妙的现象是 开花单位创造了一块新生地之后 但实际上我们的国土却一寸一寸地在流失 从1998年起 我们在不同的季节 前往外山顶桌观察它的变迁 发现沙桌是越来越缩小 沙桌是越来越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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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的港幅生建的时候 这三条铁的铁针都配到到大山顶桌 所以在二十几年前 外山顶桌有三四成果就高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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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北距离长达二十公里的外山顶桌 是西海岸最大的滨外沙洲 它的行程可说是风沙海流的美妙解经 来自浊水溪的一粒粒小沙里 经由波浪的推移 海风的牵引 在时间的累积之下 最后才慢慢堆叠出一座沙桌 在1984年 外山顶桌的面积 大约有2.05平方公里 二十年后的今天 却只剩下不到四分之一 看改变的刚才说 没有拆这个外山顶桌 现在还没拆 以前我们来山就山了 一粒一粒都出顶馆出顶馆 现在变不好了 外山顶桌消失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浊水溪下游 大量开采沙时 上游又新建了 积极兰河宴来组沙园 而六亲计划在新建之时 曾经大规模地抽取海沙 新建之后 突出海岸的堤防又拦截了沙园 更是最大的帮凶 如果没有得到分好的保护 或者是撒眼补充 我们可以断远 坏山顶桌经过断长时间以后 它会慢慢变成一种潜汗 因为它是受到风跟浪的影响 会慢慢向南 慢慢没入在水中 那这样的话 整个北部海岸的波浪 就直接入侵 加益台南海岸 而重工业的进驻 也直接冲击当地的产业 与生活形态 以距离六亲厂区最近的农村居落为例 当地居民并没有获得工业区奥远的成果 反而承受究竟发展的获益症 六亲厂区培出的烟有皮料吗 有哦 那你感觉 臭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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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臭的有 它就像是老人家 老人家的暗时 像是柳酸的味道 跟这个很像 那种的 十八年 十八年 这一年 这一年 超时超时 位于六亲东南方的新兴火校 这一年来一位师生经常闻到臭味 曾经向环保单位陈勤了17次 刚才有闻到瓦斯的味道 刚才有瓦斯的味道 刚才哦 刚才 那你们 有人跟你们讲说 那个味道是从哪里来的吗 没有 没有 就是有点怪怪的味道 就是 像我们大概 常闻到味道就是有那个酸味 还有瓦斯味 还有臭味 这几种 那环保经历每次来的 这个数据都是在这个 排放的标准以内 这个是科学仪器检查是这样 但是我们实际的感受是 可能因为我们轮体的反应比较敏感 所以它那边检测不出来 但是我们就确实有闻到这种味道 环保单位到现场采样机差的结果 工业区排放出来的空气污染物质 虽然高达十几种 但都符合管制标准 这也表示当地居民必须继续忍受 这样的空气品质 另外根据2007年二氧化碳监控行动网路资料显示 麦寮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在全球个别火力发电厂的排行榜中 名列第六 这也表示地球必须接纳 麦寮电厂制造的废弃 今天台湘的六氢製造的CO2就占台湾的百分之二十六以上 如果加上台湘的大年更少 它排放的CO2就占台湾的百分之三十二点几 它占台湾的三分之 就问一下台湾去製造那些空气污量 製造那些CO2 它敢有冲造全台湾三分之的集合的机会 有没有 有 就问一下 它敢有冲造台湾三分之三纪有没有 有 完全都没有 基本上在我们文言观就是 我们可以有世界都没有 即使有众多的余力 麦寮工业区的发展模式 依旧成为其他财团的参考方向 像是云林离岛工业区的新兴区 正是下一个填海造陆计划的目标 有一个叫新兴区 原来规划是990公顷 那因为在需求上并不是很明显 所以目前造地只有283公顷 国光跟台缸都当时有提出说 要在新兴区这一块来设厂 所以我们当时在规划的时候 在这个283公顷跟其他的海域一起做规划 用现状要准备提供给国光 或者是那个台缸来使用 一旦台树大链钢厂以及国光石化通过环平 届时整个云林沿海将会被工业区包围 未来首当其冲的除了当地的养殖鱼业 还有栖息在台湾西部沿海的中华白海图 10点钟方向有两只 没错 阿花啦 那这只阿花啦 这一只的个体叫啥 我们叫阿花 那是他的匿名啦 但是我们都有给他一个科学编号 研究人员从2002年开始进行中华白海豚的族群调查 结果发现这群中华白海豚是生活在台湾海峡的特有族群 目前数量已经剩下不到100只 他的棲息地也因为受到严重干扰 目前主要局限于苗栗到云林一带的近岸海域 国际自然保育联盟在2008年公布受到威胁的鲸屯类名单中 已经正式将棲息在台湾西岸的中华白海豚 列入极度危险的等级 第一个部分就是填海嘛 一开始盖这些填海的工程的时候 就把他棲息地给先盖掉了 那这原来都是他们的棲息地而且更里面 所以现在盖掉之后 他们只好沿着那个墙壁旁边走 所以整个棲息地来讲就变得狭窄 就变窄了这样 废水污染 生物棲息地破坏 当海岸被工业与人类占据 越来越多的威胁 让这群生活在海洋中的精灵 面临绝种的危机 与白海豚同样类入国际保育类动物的黑面疲鲁 也曾经一度陷入险境 接连看了几个令人心痛的案例之后 我们来到增壁溪口 这里是由当地居民与环保团体 共同抢救下来的一块珍贵湿地 这块湿地呢 原来可能是被作为工业用地的 但现在让我们看到 人类生计与生态环境得以共存共同的可能性 台南的增纹溪口与七谷溪湖 是黑面疲鲁全球最大的渡东区 每年秋天 他们总会在这里逆斜七席 许多游客来到七谷 除了观赏黑面疲鲁 最热门的生态旅游 就是搭竹滑游细湖 七谷细湖的面积广达1600公顷 是台湾最完整最大的细湖地形 长期以来当地居民依赖这片俗称的内海 提供生活资源 从早期的养殖渔业 到现在的生态旅游 七谷溪湖充满了人文与生态的特色 我们跟着游客游七谷溪湖 也踏上了一趟回顾之旅 这片看似平静的溪湖 曾经历了保育与开发的垃圾战 另外一个备受争议的重大开发案 这就是滨南工业区 在环平作业有条件过关之后 环保署在今天召开最后一次定稿会议 而环保团体也在现场 表达对环平程序的不满 试图为七谷失地做最后的努力 监察院针对工业港 那么还没有提出环平呢 那么工业区就先通过 特别针对这一点提出纠正 你用国中的方式在这些深測到现场的日子 中间六天 你没法到让我们这些企业 给你一个冰箱的地方 到底是要让他们做还是不让他们做 这样要叫人家担劳在台湾 这样留不掉 至少符合三个条件 第一个呢就是国际性的 国际性的自然保育 就黑面皮露的议题 第二个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太大 第三个是有和附近的 就相当丰富的鱼业的资源 就有相当的抵触 历经工业区开花与生态环境的保卫战之后 台南几股黑面皮露的渡东区 在2002年11月正式公告为保护区 经济部工业局也在2006年12月7日 退回滨南工业区开发案 不过目前开发单位 能为完全放弃这个开发计划 目前黑面皮露一举渔动的魅力 已经成为地方公安产业的主要卖点 许多当地居民都没有想过 每年冬天和他们一起在西湖上 讨生活的黑面皮露 竟然能为当地带来商机 甚至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像渔民周峰寨从1984年开始 就在十孔水门区域设置定制网捕鱼 但这片湿地刚好是黑面皮露的休息区 因此被划为保护区 虽然周峰寨失去了财捕领域 心里有些不舍 不过也在县政府的辅导下 从渔民转业为保护区的寻守员 不过过渔民转 不要叫人家 别叫人家召叉 算保护区 过这片保护区 对啊 算政府在保护区 我们也是要帮它保护区 那是尽量可以说 不要做兼工业三个月 尽量说算 以前有这片土地 现在就是我让我照顾下来 不是说这片土地把它护掉 我黑面皮露不可以来吃 这样算对水浸也算有保护区 我们在当地除了看到 渔民心内上的转变 也看到谋生方式的调整 从时一路跌跌撞撞 生态旅游的方式 也不断地修正调整 但是当地居民 仍努力地守护着这一片内海 试图走出一条 不一样的迎生出路 就在我们欣喜看到 这片湿地未来的发展 有更多可能性的同时 一个更庞大的 高耗能 高污染 高环境成本的新计划 也正一步一步进逼我们的美丽世界 这里是走水溪口的北岸 彰化大清香的潮间带 现在看到这一片平缓广阔的泥炭地 可能是国庚石化的一定用地 当这个庞大的计划开始执行之后 现在所看到的这一片自然生态丰富的潮间带 将会被蓝岸的卖寮工业区的场景所取代 几经波折 国庚石化有可能从云岭泥岛工业区 转移到彰化大城设成 不论落脚何方 台湾西部自然海岸将再度继续沦陷 从走水溪到大陆溪口之间 是台湾现在仅存的泥潭地 因为所有的溪口以南都是属于西湖 就剩下南章花那一块是自然度最高的 那我们要怎么样保存这样的一个自然度 一个景观 一个海岸的风貌 其实就是剩下那个地方 如果再被开发破坏掉 那种自然风貌就不见了 我觉得这个损失不是用多少价格 说你变成八千以后 可以每年创造几千亿的这些收入 其实不能够再衡量 因为石化业只能做钱 但是这个海岸对百年千年有成效 随着时代的转变 人们对于海岸利用的价值观也在变 什么才是海岸最大的价值呢 到底我们还要经历多少次的教训 才会谦卑地面对海洋 把海陆交界地带还给自然 许多事是价值的问题 也是选择的问题 从海岸的历史变迁 我们看到了环境的转变 也看到了同样的土地 因为不同的利用方式 而有了不一样的未来 在大自然一来一回的循环定理中 或许我们应该重新思考 人跟土地的关系 重新寻找对待海洋国土的方式 下个星期我们将关注的焦点 锁定在公海 台湾公海史上最高金额的补助案 发生在台南的中石化安顺场 而经污染的问题解决了吗 别忘了下周一统一时间再见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YK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